起源新车不够惊艳了 是不是设计师被挖走了呢 长安的设计是不是不行了呢 可不敢胡说啊 近期长安起源申报了多款新车 即使感都很强 例如说起源N6神四咱们的UNI-V 起源Q05也和咱们的CS55 Plus长得很像 那几款车型也没有统一的家族化风格 那要知道在设计领域 长安的设计在这两年可以说是 引领了咱们行业设计的风潮的 比如说我们CS75 Plus的仿锤式中网 以及说UNI系列的参数化无边界格栅 还有深蓝这种个性年轻的造型设计 其实都收获了市场的好评 那在这些光环之下 起源新车的设计的落差就引起了广泛讨论了 很多网友就在说 长安的设计师是被挖走了吗 长安设计是不是不行了 对于这个问题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答案 肯定不是 那最好的例子 其实就是起源的首款车型A07 它其实和此前长安的设计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同时它的圆润设计也是相当的惊艳 这里其实能够验证 长安的设计依然在线 但为什么起源后续的车型 没能够延续A07的风采呢 这里其实就要提到长安最近的一个新闻了 它们有明显的人事变动 而与之相应的 就是长安体系组织架构的这些调整了 因此在产品层面 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规划 那此前长安其他的品牌是比较多的 诸如商用车领域居多的长安凯程长安跨越 也说我们乘用车领域也有长安与华为宁的时代 携手打造的阿维塔品牌 还有主打新能源电区的深蓝品牌 以及说我们的欧上品牌和长安主品牌等等 而这里边长安主品牌其实也有划分成 UNI系列 还有我们的起源序列 以及说我们CS家族 异动家族等传统的车型 可以说整体的产品阵容是相当的庞大的 但是问题的癥结也就是在这儿 目前长安在终端的销售网络上 消费者对于这些品牌的认知并没有那么清晰 尤其是如今已经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了 在新能源车型上 这个体现就更为明显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提到长安的新能源车型 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都会想到 深蓝S203 深蓝S7 或者阿维塔11 但是其实长安主品牌下 也有很多新能源车型的 比如说UniK的质地ID UniVid的质地ID 以及说我们欧尚Z6的质地ID车型 等等 但是他们的知名度 显然就没有深蓝和阿维塔来的那么的直接 而提到长安的主品牌 我们消费者第一时间想到的 可能还是E动CS75这些传统车型 那在新能源时代 长安主品牌肯定也是必须要向新能源靠冷的 那这样的现状肯定就要打破 因此长安方面就重新调整了组织架构 重新划分了车型的序列 重新规划了市场渠道 长安主品牌也是只留下了 起源和Uni也就是引力这两个序列 那前者起源就主打一个新能源车型 而后者Uni引力就主攻传统燃油车型了 那听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会说 那这个调整和我们起源的新车设计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当然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我们说长安的主品牌下 是只剩下了两个序列 那其后登陆市场的长安新能源车型 都将隶属于起源麾下 他们都是起源的仔了 这就是品牌层面的一个现状 但是在产品层面 我们知道一款新车的规划设计 是有很长的周期的 短则要一个两三年 长则四五年都是有可能的 那显然在这次的长安组织架构调整之前 其实就有很多车型已经设计规划好了 那结果现在临到关口要上市了 原有的品牌序列变了 这些车型一抬头 那你说这些载毕竟也都是长安自己花了 这么多人力物理来打造的 肯定不可能就这样丢了吧 毕竟也是自己亲生的 所以就化归到了起源品牌下面了 这也就是起源A06为什么和U0V相似 起源Q05和CS55 Plus有些像的一个原因了 因为它们原本应该就是这些车型的新能源版本 这样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了吧 那长安这样的组织架构调整 品牌序列的重新规划意义在哪呢 那我们知道这样的调整肯定会存在阵痛 短期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终端销售 在宣传的口径或者是消费者的认知层面上 也会比较的模糊 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 但是即便如此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长安目前必须要做的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 现在提到长安的新能源车型 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想到的深蓝阿维塔 而长安主品牌的知名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如今新能源浪潮越来越猛 如果说什么都不做 那久而久之长安这个品牌 会不会就淡出新能源受众的事业了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而且可能性还非常的大 目前其实就有现成的例子 那就是长城汽车 长城汽车这边的品牌战略 就是比较保守稳重的 它的新能源车型推进 除了欧拉的个性化品牌以外 其他车型其实都是在原有的架构下进行推广的 比如说之前就有卫牌 以及这些DHT PHEV的车型 还有我们现在坦克和哈佛都在推广的 Hi-4电磁区架构的车型 也都是在原有的品牌下 油车电车同台竞技 没有做出明显的差异化区分 那客观来说 长城的Hi-4电磁区技术 也是相当不错的一套技术了 但是目前在消费者这边 还是没有打开市场认知的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了原有品牌 油车认知的这种干扰 消费者对于你油车品牌的这种印象太深了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这个品牌它就是卖油车的 所以大家就不会那么关注 你这个品牌下面的新能源车型了 那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们品牌的新能源转型 是不利的 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长安这次才这么冒险 要强势的打向自己主品牌的新能源业务 做出了这么大的动作 当然和长安有相同举动的车型 也是有的 那就是吉利 长安和吉利两台车型其实很像 过去他们都做过自主品牌的龙头老大 在燃油车板块也很有市场影响力 比如说我们说到国产轿轿车 那肯定就是吉利利豪 长安移动对吧 所以他们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吉利的新能源电车 也都是第一时间想到极客 即便是领客的EMP车型 其实市民都都还稍显不足 那吉利的主品牌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 所以吉利是推出了吉利银河来扛大旗 后续吉利的燃油车板块 我估计也会像长安用UNI引力一样 来推出一个像 比如说地豪序列 来统领整个燃油车 也是说不定的 可见两家的掌门人 在提升主品牌新能源领域影响力的认知上 是达成了一致的 当然我个人也认为 目前这两家车企 他们的产品规划 是所有的自主品牌里边最清晰的 说到这儿 可能就有朋友会说 那比亚迪呢 那比亚迪为啥没有这样做呢 其实比亚迪发展的历史 和长安吉利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在传统燃油车市场上 其实比亚迪并没有取得太大的建树 直白一点说 就是比亚迪的传统燃油车 其实并没有在国人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毕竟传福哥自己就是做电池出身的 一开始的目标 其实就是做新能源汽车 因此比亚迪并没有太多燃油车的这种品牌负担 而在新能源的浪潮之下 比亚迪其实也有自己的组织架构调整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前两年推出的一个海洋序列 其实客观来说 目前比亚迪主品牌下的王朝和海洋序列 他们在车型上的差异化并不明显 都是插混和纯电车型混合销售 以至于现在很多消费者朋友都还不知道比亚迪终端 是有王朝和海洋两个序列的区别的 经常跑错塞的电 那比亚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此前比亚迪的市场规模其实不大 但是在DMI技术带来销量紧喷之后 他们就需要迅速的拓宽自己的市场规模 提升自己的市场保有量 海洋网的出现其实就是给消费者另外一个选择 如果说你不喜欢王朝王的这些车型设计 没关系嘛我们还有这一个 它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出于快速抢占市场这样一个考量的 做出了一个品牌架构的调整 所以车企的组织架构调整 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用意在里边的 那因此说了这么多 起源车型的设计多变 其实也就是品牌架构调整造成的 并不是说长安的设计水平降低了 也不是随便弄个车出来糊弄大家来充数的 这些其实都是提前规划好的车型 只是临近推出的时候 以前的品牌序列没有了 那就按照最新的品牌架构把它叫做起源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后续起源的形成规划 还是会回归到统一的家族风格上来 也就是起源A07的那套优雅设计上面来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 毕竟长安此前也是有像CS75plus的仿学式设计 和优利的无边界参数化设计 两者共存的这种先例存在的 因此起源也是有采用多套设计的可能性的 各位觉得长安起源会走哪条路呢